大家好,我是何以建德 有粉丝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到了 我最喜欢的啤酒就是德式小麦啤酒 还真的是这样 我喝的这么多啤酒当中 最喜欢的确实就是德式小麦 其实德式小麦在中国的市场上 是非常常见的一款啤酒 而且也是最受欢迎的一款啤酒 因为它的这个口感、香味、入口、回味等等 是大众所能够接受的 那么相比其他啤酒来说 它的苦度不是很高 而且它的香味、颜色等等 都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喝惯了水皮的人来接受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那今天就给大家品鉴施奈德的小麦啤酒 说到施奈德呢 它可不是做电器的那个施奈德啊 这个施奈德是现代小麦啤酒的创造者 1872年施奈德开始量造小麦啤酒 到了1960年 这种小麦啤酒基本上在欧洲就已经很流行了 施奈德呢 也是通过标号来区分它的啤酒系列的 其中我今天拿到手的这个男就是施奈德的5号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款施奈德的啤酒 它属于多花系列 它的香味很好 符合型的香味特别好闻 酒精度8.2度 麦芽浓度18.5度 原料水小麦麦芽 大麦麦芽 啤酒花和酵母 非常不错的一款啤酒 喝过的人都很认可 今天我们就来品鉴一下这款啤酒吧 首先颜色 也是这种金黄的混浊型的颜色 泡沫呢 我没有倒出来很丰富 但是看起来很细腻 不错 我太喜欢这种香味了 它的这种又有橘子的香味 又有这种丁香的香味 又有麦芽的香味 等等在里面 真的是太奇妙了 它用了各种不同的啤酒花 来达到了这个效果 这个香味是我特别喜欢的 一入口就能感觉到 这种浓浓的各种香味在里面 有这种水果的香味 有这种花香味 再加上麦芽香味 酵母的味道在里面 这种符合型的香味 真的是很享受 入口稍微带来一点点苦 但是呢 它的回味是夹杂的这个香味在里面 然后有一点点回甜 很不错 很适合 第二口的感觉呢 稍稍要比第一口的苦度要苦一点 但是仍然是它的香味 它的这个回味能够盖掉这一切 这一款啤酒 唱饮也很不错 就这样我咕咚咕咚的 我就能喝一大杯 后续的呢 我会把施耐德的整个 从一号到七号 都给大家来做一个品鉴 也会做一个对比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下一期喝什么 还是老规矩 您在评论区留言 我来安排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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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